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是返回 很多舞蹈演员转行以后 就不再接受舞蹈训练 功力也必然退步 但这个女生 凭着对舞蹈的天赋和热爱 离开职业舞台十年 依旧能保持舞蹈水平 甚至频频被央视 和各大电视节目邀请表演 这个在台上自信起舞的女孩 就是演员金晨 由于父亲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 六岁的他就耳濡目染学跳舞 高考那年 凭着极高的天赋 仅花一星期时间排练的舞蹈 就能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北京舞蹈学院 年仅18岁 就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 19岁更能以花儿的歹足舞蹈 获得桃李杯的优秀奖 这个作品 至今仍是学生艺考的舞蹈模板 但金晨却在21岁那年 被医生告知 心脏已经不能承受职业舞者的日常训练 她的舞蹈生涯也被骤然停止 当所有人都以为金晨不会再跳舞的时候 一个优雅奇长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荧幕 一袭红衣妖绕妩媚 化身紫霞仙子 奇舞翩翩 还演浮秀 一批一笑之间都是风景 清晨舞蹈绝了 再一次承包热搜 反而重现柔媚之美 为一日之功 已经告别舞台近十年的她 为了让肌肉一直保持训练的记忆 她一有时间就崩脚 压腿 练筋 下腰 甚至在片场拍戏期间 也经常忘我的练舞 基本功从未停止练习 日复一日坚持 也坚持珍惜 每一次舞蹈表演的机会 之后 十面埋伏 炫技的五面舞 超新星运动会上 难度超高的体操 确实和破茧的仪态大方 与外国人的优雅探科 每个舞台都美得窒息 清晨也重现了十年前的 柔美姿态 未来 她也会用舞蹈告诉观众 尽管转行十年 但她的生命中 还有对舞蹈的无限热爱